小情侶開心公渡跨年夜 都是高材生的兩人 沒想到就從此永別 臉書上的照片看得出稚氣 帥氣低著頭認真看書 或是搞笑擺出帥氣姿勢 都不難發現男大生 日常生活中相當活潑 而女朋友優雅有氣質 穿著小禮服參加畢業舞展 背著相機喜歡攝影 相簿裡都是她的攝影作品 高中時期的青色模樣 開心與同學合影 20歲的賀心男大生 就讀清大物理系大二 由心女友讀台大中文系 兩個人的學業表現都很優異 還是高中同學 戀情才剛萌芽 宣布交往兩個月 女方甚至還畫了一張素描 送給她表達對她的愛意 不過跨完年 男同學不幸猝死 女方難過的 將臉書大頭照改成全黑 要表達心中悲痛 甚至發文告訴自己 會在沒有你的世界 堅強活下去 不需要任何安慰 女方難過卻又表現出堅強 讓人看了不捨 而男學生的家中設起靈堂 家屬親友都無法接受 這樣的消息 低調不願受訪 而鄰居也說 男大生不僅功課好 也很有禮貌 跟女友跨完年 凌晨一點都回到家中 洗完澡卻倒在一樓廚房 沒了呼吸心跳 家人透露 男大生平常狀況良好 沒有不良習慣 初步排除大沙 檢察官又在解剖 才能釐清死因 接著楊市區紅軍委 基隆報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